转基因食品安全吗 转基因技术靠谱吗 针对转基因增产 抗虫 治病 危害生态的种种说法 究竟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在上周的讨论中 我们听到更多的是 支持转基因的声音 科学家对转基因食品 他的这个表述就是说 目前没有证据发现 它有害 还有对反转派制造谣言的指责 很多问题都是 有些人他抱着各自的目的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目的 去编造了一些谎言 哪些是真相 哪些是谎言 本周栏目组一时北京 再请来四位重量级嘉宾 唇枪舌剑 让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我个人认为 对转基因的危害 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 并不是那么多人都知道 现在大家整论的 就是他的后患 食品啊 粮食啊 齿楼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啊 崔永元海外调查归来 大量医手资料在节目中呈现 我现在就非常难受的是 当我两次去日本调查 两次去美国调查 回来我把真实的消息告诉大家 他们还在说我造谣 含谣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你说的这些工作 在还开展之前 他们就把这东西推给你 让大家每人都吃 问题在这 反转派 停转派 针锋相对 真相究竟如何 其实呢 转基因的这个东西啊 这个作为农产品 作为食品 实际上是一场骗局 为什么 这场骗局已经 已经尽微生了 所以才会现在 像真的这么凶 而且是压不住 现在网上方舟子 他们抨击我最多的 就是这个 天天说 崔永元 你把共鸣病原体交出来 我现在就交给你们 环球交叉点 再次聚焦 转基因之祸 环球视野交叉观点 各位好 欢迎收看 由东方卫视和天地视频 联合制作的 环球交叉点 我是主持人袁明 大家好 我是杨光 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 和腾讯的微信 与我们互动发表您的看法 就在咱们中国人 欢度春节的时候 这个有关转基因的 这场争论呢 似乎还在这个世界各地 持续不断地上演 有人说啊 这个俄罗斯 已经正式批准了 这个转基因作物了 可是有人说 这其实是条假新闻 甚至还有人说呢 他们现在有很多议员啊 要要这个要求立法 要全面禁止 转基因的种植 其实不单是俄罗斯 你看在美国 纽约时报上 是前后发了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 立场可是截然不同 第一篇文章呢 是反对转基因的 把很多反转基因团体的观点 发表在其上 马上又发表了一篇 挺转基因的 有两位学者 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 是支持美国政府啊 种植转基因的这个小麦 这是主粮啊 所以说这个对立也好 争论也好 其实看起来 这一切和咱们中国 今天发生的 还是挺相似的 非常的好 所以继上一期节目之后呢 这一期我们又请到了 四位嘉宾 继续来跟您聊一聊 转基因的事 崔永远因卷入转基因论战 从央视辞职 前往美国日本等地 调查转基因真相 柴卫东 科技工作者 科普作家 著有分析转基因食品 和疫苗风险的 生化超限战 顾秀林 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农业发展等 2013年6月 发布 捍卫食品安全的 绝部宣言 并表示坚决彻底反对 转基因农业技术应用 一个也不行 同平亚 中国农业科学院 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被认为是国内 对转基因主粮商业化 公开表示意义的第一人 其实关于转基因呢 你说这个老百姓啊 对这个话题 也特别特别的关心 对这非常热 其实这一两年 你要说这转基因这事 还真的是闹得挺大的 而且在中国 似乎是敬畏分明 两大阵营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四位算是反转 这个阵营 我可以这么说吗 你们反对转基因 各自的理由 能不能用非常简单的话语 首先就是咱们表明一下态度 为什么反 小孙先生 我先说我外行 然后三位是内行 转基因技术呢 我不反对 因为我认为在研究室里 任何技术都是可以研究的 关键它怎么利用 我是反对转基因做成食品 尤其是反对转基因主粮化 因为现在世界上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敢做这样的尝试 没必要用13亿人 合起来做第一个螃蟹 所以您说反对转基因主粮化 是说不应该做转基因水稻 对中国人来说 水稻和小麦 小麦 好 转基因技术它是 所谓技术它是一种工具 对于工具本身而言 不存在反对于不反对的问题 但您反的是 我们反对的是工具的滥用 或者恶意的使用 比方说拿这个利用人民群众 不知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让他们去试吃一些东西 我想这是我们所反对的 我认为转基因的食品不安全 当然这个质疑是有道理的 不用分专家还是老百姓 都可以质疑它 而且是有根据的 那么对于有根据的质疑 就应该先回答问题 然后再说推广 如果急着推广 这肯定是不对的 那好 一会儿这个质疑 我们稍后再说 来 佟先生 先说说您对于转基因的看法 您是反对的 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 我一位是充实农业研究 我觉得我是发言 就是应该说的话 不是说反对不反对 而是说站到我科研的角度上 来评价这个问题 本来这个弄作物杂交 这是一百多年了 这个转基因分支研究 发现什么二十来年了 所以严格的说 是应该说科学当中的事 如果说正确的话 应该说转基因是一种技术 在这个炸交过程当中 它出现一个技术 是好事 但是现在出现的问题 就是它把这个转 这个技术转到 一元基因了 就是微生物的 一种有毒的基因 所以我就要说了 这是不正常的 所以我就要 该说的话 我就要说了 有点太专业了 我有点听不懂 我请柴老师给翻译一下 这个童老的意思 他一辈子研究这一百多年 咱们杂交水稻 包括咱们袁隆平 袁老的杂交水稻 大家都觉得是个大好事 现在童老说 转基因技术 也是分子技术的一种 但是是把一个来自外来物种 而是有毒的物种转过来了 把一种天然的界限 所以它的后果耐于预权 就是抗病毒 什么的抗营 细菌 病毒等一些微生物的基因 转入我们的食物 转入到植物中 打破了自然界的一种天然的秩序 小崔 你用最通俗的语言 您再给我翻译一下 同源基因 就是说玉米和玉米 你是水稻 我也是水稻 稻子和稻子 一元基因就是狗熊和水稻 鲤鱼和玉米 就是动物性的和植物性的 它也不光是动物性 包括它水稻 所以说各位在这一点上一致 你只觉得在这个技术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吗 对 所以这个危险 主要你觉得它不安全 主要是对于哪一点不安全呢 对于人的身体会产生不安全的影响 还是 现在大家争论的就是它的后患 食品 粮食 齿楼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争论的是在这 OK 你记不记得当时人工合成胰岛素 这也算转基因吧 不是 但是目前的转基因制药是一个行业 我们对这个并没有意见 因为药物有药物的监管程序 它的使用也有医生在控制 它是一个受控的状态 也就是说您是认为受控的状态是可以接受的 你看它们转基因药物是用了其中的一个成分 比如说它细菌转基因的提出一个成分来 这一个成分相对简单 但是你吃的这个植物是一个整体 它有非预期的后果 你不知道是什么 我们就在北京的街头做了一个小小的街坊 来看一看他们的认知 和我们几位嘉宾的认知 到底有哪些相似或者不同的地方 来看一下大屏幕 转基时期 我不太懂这个美 我还是不行 我不知道 还真头一回听说 哪有卖的 它是通过基因手段改变它的结构 然后粗生长 防虫害什么的 不但知道 那您会愿意去吃吗 不但愿意吃 为什么呢 转基因对人可能有害吧 了解的不太多 只知道它是转基因的那种食品 好像生产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您会愿意去吃它吗 我现在还不能接受 我肯定不想选啊 为什么 因为就是身边的人都说这个不安全吗 我就知道那个东西不应该吃 为什么 它对人家心体有伤害的 别拿我当试验品啊 对吗 因为我觉得就像人一样 它一些东西改变了以后 可能先天的东西就没有办法再去修正 可能比如说到身体了以后 你可能要去再通过医药什么 我估计改变不了 具体的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知道好像一般人都爱吃 那个非转基因也好像 对身体 我发现虽然这个地域不一样 但是普遍的这个老百姓 对转基因的一些担忧 都挺开放 还是挺相似的 各位你们觉得刚才这几位说的 跟你们的对转基因的这种观念一样吗 我不知道这个视频 是不是经过挑选 如果你要在日本或者美国的街头 做这样的调查 我敢保证不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答案会是怎么样 会有很多人不知道转基因是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做了这样的调查 连转基因都没听到过 对 都没听说过这个词 我在日本和美国都做过这样的调查 这知晓率没有中国这么高 中国可能也是这一两年才开始 以前也不知道 各位是反转派 挺转派 他们认为有几大观点 你们是不是认同 或者咱们不同意 咱们就来批驳一下 好 来看一下 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 实质等同 因此是安全的 咱们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这个同意吗 实质等同 因此是安全的 实质不等同 因为美国曾经培育出 能够起到避孕 这个绝育作用的 所谓杀精玉米 Spermicide 那么这个东西 你说它是药品还是食品 这个东西和大家吃的玉米 是等同的吗 实质等同实际上是一句废话 到什么程度是实质等同 差别有多大是实质不等同 他没讲 也就没有标准 还有如果等同 为什么还要收专利费 不等同了 你收什么专利呢 等同为什么还要监管 我认为这个是转基因争论中 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因为一个实质等同 就意味着不能争论 如果它不等同 我们才可以争论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这个实质等同 从理论上来看 这个不是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 而是政客们得出的结论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条 转精技术实现了优质 高产抵抗病虫害 这个同老最有发言权 我在H中很多转基因 这个专家的会上 我说你们说说 你们要搞一个能增产的基因 我就佩服了 没谁能回答问题 这有一个人补充说了 他说 我用这个农业可以节约农药 好 揭多少 揭约的钱 是相当于产量的6到8 那这就是增产 就是说农药的投入 有更大的6到8的产出 更多的产出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农药的钱不是产出 这个农药的钱6到8 成本上的景源 这就是增产了 增产了 所以有人就做文章 说如果说一亩地是增产6到8 咱们穿过的水道 要是都入场的话 能增产200个亿 这就是刚才提到失智灯破坛 实际上它没有出现 没有争产 但是争钱 同意同老的观点 或者有什么需要补充吗 有一个补充 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实践中发生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么中国的一个专业杂志 大多科学2009年第三期 专业的农业专家们 引用美国的研究成果 证明了美国孟山都的 抗农达的转基因大豆 产量比常规的产品 常规品种要低6到10 就是转基因不仅不增产 还减产 还且不说它的营养价值还降低 那我想听一下 这是唯一的一篇反对的意见吗 不是 很多 非常多的 在网上流传甚广的 证明关于转基因的危害 说是种了转基因作物的地 据说再种普通的作物 这产生就不行了 这有什么回事吗 你举个例子 比方说阿根廷 阿根廷就是农民不当家 都种了转基因的了 你要说我不种转基因的了 你种上去 你看看 虫都来了 都给你吃了 所以只要都种上转基因了 非转基因的就不要再种了 没你的地盘了 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不可能了 就是所有的这病虫都集中到你这个上边了 所以感觉我还是转基因了 但是从的不吃转基因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不是说明这转基因它的确它至少是有抗病虫害的 对 这个是抗一种病理 抗一种虫子 抗的是一个时期抗的 你要是不种了 这个虫子都来你这了 你受不了 所以现在不能让你普遍的都进来 你要是说实验实验 那你在实验地 我觉得是这样 对我来说 我根本不关心这事 他爱高产不高产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做的就是这行 对吧 那么我作为一个记者到那调查 就是说我要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第一手资料 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三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是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主席 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的 他们的大豆是40%留在国内 60%出口 60%里的30%到35%出口到中国 那么现在可以肯定 中国是转基因作物最大的进口国 从美国 巴西 阿根廷 从这个地方进口 每年几千万吨 那么我采访了美国的农场主 也就是农民 就穿得比咱还好 西服革履 电脑控制大田的 对他们来说 他不关心那些概念 我说我们想要非转基因的 他说可以 你们下订单 给我一年的时间 准备种子 我就可以给你们 所以农场主 他是不关心这个事的 就是你订单要什么 我就种什么 所以在当地农民的脑子里 也没有说转基因比非转基因要强 他没有这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说 我为什么说不关心它 是不是高产和抵御病虫害 是因为我采访 普渡大学病理学的名义教授 是湖泊教授 他给我出示了这样的图表 这个是电子显微镜的照片 他在这个转基因的大豆里 发现了这个不明病原体 那么他在美国发现了以后 他发表了这个文章 结果中国治监总局的一个科学家 叫一个研究员叫范小洪 在中国进口的美国的大豆里 也发现了 但是它不叫不明病原体 它叫不明蛋白质 无致病性的不明蛋白质 他把这个电子显微镜照片 寄给了湖泊教授 湖泊教授说 这俩是一回事 现在网上方舟子 他们抨击我最多的就是这个 天天说 崔永元 你把不明病原体交出来 我现在就交给你们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吃的东西里有这个东西 而且我们搞不清它是什么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吃 这是治监总局和科学家应该干的事 你要把它研究出来 告诉我们这是什么 它起码是个我们没见过的 就我特别不懂 这我请同老给我们解释一下 如果发现了这样一个不明蛋白质 要不明病原体也好 意味着什么 由于它每一个植物 都是几万年才形成这个水道 多少万年 玉米都是 现在突然来来一个移植蛋白质进去了 很容易产生里头的变异 这是肯定的要变异 这是现在没发现而已 所以它的危害还要长期来看 现在的问题是你说的这些工作 在还开展之前 他们就把这东西推给你 让大家每个人都吃 问题在这 不在于得到结论以后的事 假定我们在这个大豆方面 我们做一道关 说这些东西咱们先不推向市场 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做的 比如说转金食品 它要进入上市 它首先也得先在实验室 对吧 然后咱们发一安全证书 然后再实验种植 然后再进入商业种植 最后再走上咱们的生活当中 咱们的餐桌 你觉得这样的管控还不够是吗 这样的管控够 很好 但是这个 那这不是发生了 这个管控是全世界都是这样管控的 但是你看日本 我去调查的时候 日本就是这样管控的 你看它那非常简单 你甚至觉得用它这个 半个月就搞定了 但是日本这么多年 只商业化种植了一种东西 叫蓝色玫瑰 其他的都没有 蓝色油机 但是日本会大量的进口转金的 但是干什么用呢 大豆 干什么用呢 转金大豆干什么用都可以 可以做油 做生物柴油 生物柴油 可以发电 还可以欧肥呢 还可以做资料 是不是进来就可以给人吃呢 这是两回事 你到日本去吃是转金 比登天还难 日本但是我知道的一点 就是说小崔你可能应该比我更清楚 因为你做了实际的调查 就是说日本也不是所有东西都要求标识 比如大豆 你做纳豆 你做豆腐你得标识 可是做成酱油就无所谓 不是这么说的 日本不是这么规定的 日本厚生省规定的是说 你的固体物中不超过5% 且测不出转基因成分 才可以不标识 酱油也得有这个要求 对对对 你要超过5% 能测出转基因成分必须要不要 就100粒豆腐里面 不能超过5粒转基因的豆腐 所以日本市场上不是说 一个转基因的东西都没有 它是有的 但是你很难看到 很难买到 所以像日本这样你觉得就可以了 虽然日本没有批准 在本国进行转基因作物商业种植 但由于日本是粮食进口大国 每年进口大量转基因农产品 因此目前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大豆 玉米 马铃薯 菜籽 甜菜等不少转基因作物 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管理转基因食品的制度 首先所有进口的转基因农产品 必须通过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审查 其次 要在接受DNA检测之后进行标志 至于怎样标志 日本自有一套规则 如果食品中转基因成分含量不到全部原材料的5% 或者构成比例排在原材料第三位以下 就可以不标志 否则就必须进行标志 而食用油 酱油等无法检测出转基因作物DNA的食品 也可以不标志 我们到日本好点着名 想吃转基因的东西都找不到 我认为这种管控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有很多不知道的东西它还没管 事实上咱们国家给到的这个水稻 也只是到安全证书阶段 并没有允许商业化 可以说南方有七八个省 有东国报 都有转基因到 那种非法种植的 非法的 玉米 玉米是中国农业大学代经税院士 它培育的两个品种 中农大4号 中农大236 它已经在面积很大了 才被农业部插出来 因为这个大家反应很大 所以就让它自动退出 后来只做了两年 就算自己把它退出 我的意见是应该通报 好 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 南北到现在 可以说通俗讲遍地转基因 我最近发了一个微博 就是说我马上要参加两会 我想向政府反映这个问题 就是转基因的监管问题 那么大家现在向我报线索 你在你那发现没发现 非法的卖转基因种子和种植 现在我已经收到了至少25个以上的商 25个省 给我的举报 25个省都有非法种植的现象 都有非法种植和非法销售转基因种子 但是我现在没有一一落实 我不敢说这25个全市 也就是说举报的有25个 25个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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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号码也留了 照片也都发过来了 然后我下一步就准备一一把它们落实 捉起来 这事要比三具情案可能范围更广 而且 更隐蔽 这是我在美国采访的 这个 也没事 南西斯万森博士 她是佛罗里达州的物理学博士 她是美国的军事科学家 现在已经退休了 她给了我这么多图表 33张图表 这里面所有的数据 都是美国政府公开的 美国各个部门公开的数据 她用这个数据做的统计 我们随便拿一张看 这个是高血压的 高血压的死亡率 你看看 这条线 就是没有转基因作物之前的 这个趋势 发病趋势 大概95年96年 对 然后你看它应该是正常的 到了95年96年 也就是美国开始推广转基因以后 它这是玉米大豆转基因 这是蓝线 这是它推广的幅度 玉米大豆应用草甘林 就是这种农药 它的使用的程度 然后高血压的死亡率 就是这个黄色的柱 你看它高度吻合 它和30多种病高度吻合 吻合到98%以上 糖尿病 对 儿童自闭症 对 还有这个肾病 你讲的肾病 肝病 还有这帕金森病 这些都有 小儿自闭症 都有 都有关系 所有的病 你看 它的趋势都是完全一样的 这都是公开的数据 这都是真正的科学家 不是 你这个数据吧 一个是说是挺吓人的 我不知道咱们中国 有没有类似的调查 第二个 我就在想有些人都说反转派是因为美帝国主义拿来害咱们中国人的 但一想美国人先把自己害了他屠杀呢 对 我个人认为对转基因的危害可能只有少数人知道 并不是那么多人都知道 普遍的公众是不了解的 第二就是说在美国吃到转基因粮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非常低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非常低 它非常低是这样 我们看食物消耗总量 比如中国人爱说主食这个概念 其实美国怎么说 它应该没有主食这个概念 我们从食物消耗总量来看 它排在前三位的通常是牛肉 鸡肉 小麦 小麦就是面包 基本上你吃牛排让你白吃了 面包都不要你钱的 那么它小麦是一粒转基因的都没有 那么牛肉和鸡肉它就是吃转基因饲料 那就是这样还出现这样的情况 更不用说炸成油直接吃 或者把它做成爆米花直接吃了 在美国国内转基因大豆炸的油它超市里边不卖吗 非常少 因为只有华人才用这种高温油 他们都用橄榄油和其他的油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因为中国人去美国的机会不多 所以很多宣传转基因的人就老说这些美国人放心的吃了20年 美国人也不知道 美国人是2007年以后才开始大规模反弹的 他们才知道 中国人知道的就更惨 也就是这两三年的事 对不对 以前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 最近的这次去美国 超市里面已经开始贴非转基因的标志 基本上90年代转基因食品作物首次出现在市场上 大家都还没有轻易发表重要的科研机构 没有发表什么官方意见 可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 但是你到今天你可以看到 21世纪我们可以看到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已经投放市场上转基因食品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存在潜在威胁 而且这仍然是谁为它背书呢 伦敦的皇家协会 英国的医学协会 法国科学院 甚至也是国际科学理事会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等 众多国际组织的态度 所以我就不确定 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主流科学界 官方机构听起来都还是声誉不错的 推广转基因的人就特别爱说 主流科学界 主流媒体 就老说那几个单位 他们可以决定世界吗 其实转基因的这个东西 这个作为农产品 作为食品 实际上是一场骗局 为什么 这场骗局已经禁尾声了 所以才会现在现在真的这么凶 而且是压不住 转基因先生们 你们好好研究他的安全问题 不要拿三个月的小老鼠 而且要十年八年 那么如果有人不告诉你 他偷着骗着欺骗着 强迫地在女婉里添点什么东西 那我们当然要高度的警惕 我们当然要站起来 对于有根据的质疑 就应该先回答问题 然后再说推广 如果急着推广 这肯定是不对的 现在大家争论的就是它的后患 食品 粮食 齿漏以后出现什么问题 那么中国的一个专业杂志《大豆科学》2009年第3期 专专业的农业专家们 引用美国的研究成果证明了 美国孟山都的抗农达的转基因大豆产量 这常规的产品 常规品种要低 百分之六到十 就转基因不仅是增产还减产 还且不说它的人养价值还降低 所以很多宣传转基因的人 就老说这些 美国人放心地吃了20年 美国人也不知道 美国人是2007年以后 才开始大规模反弹的 这是为什么这么多主流科学界 官方机构 听起来都还是声誉不错的 真的是未来的趋势吗 你觉得 这么多国家 主流国家都已经在做这件事 换一个社会组织就是说 你要相信自己所在的政府的机构 也就是说 如果美国人你要吃转基因 你一定要相信你的FDA是负责的 那你就放心吃 中国你相信我们农业部 卫生部 食肖监主机 你要相信 你就随便吃 你就使劲吃 没关系 他说的是这个 他并不是说 我保证全世界所有的转基因食品 都是安全的 没有一个组织说过这样的话 推广转基因的人 就特别爱说主流科学家 主流媒体 就老说那几个单位 什么美国农业科学院 FDA 英国什么皇家学会 他们可以决定世界吗 这个是不是说 现在转基因 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因为背后有非常强大的利益 当然 所以说它的推广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走得非常快 现在不是市场经济吗 每个事不都是要挣钱吗 对吧 证明转基因这样的技术 是不是真正的有危害 需要一些时间 在证明之前 如果能推广 你能挣很多钱 您觉得需要多久来证明 或者说一个比较科学的 负责人的态度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按照我们现在的了解 比如说做动物实验 两年可以出一个很明确的结果 比如说把老鼠 从幼小背到老年死亡 这个全过程就需要两年 如果这个老鼠 吃三个月没问题 你就说好 人类可能吃了十年没大事 如果老鼠吃了两年不行了 你就说人吃一辈子 是有问题的 这其实很简单 但是现在科学家做实验 一般的只做九十天 就是三个月 然后实际上他们证明的是 你们吃十年左右没大事 那为什么不做两年 我们也想问 其实转基因的这个东西 作为农产品 作为食品 实际上是一场骗局 为什么 这场骗局已经尽尾声了 所以才会现在现在 争得这么凶 而且是压不住 为什么 因为生命 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个整体 都是一个系统 你把它系统打断 你往里插了一个东西 跟它没有关系的 硬强迫它 去表达那个基因的作用 把生命体当作一个生物反应器 是要出问题的 而且已经出问题了 只是出问题 不像吃了毒药 立马就不行了 它会慢慢地变 糖尿病 肾病 心脏病 自闭症 老年痴呆症 慢慢地 就像刚才那个曲线图一样 把你带过去 等到你站到那个高峰上的时候 你是吓不来的 那这样小学 我再问你一个 就是你在美国采访的经理 你所采访的民众当中 不知道的是一部分 肯定是有知道的 有反对的 对 各自是什么样的 崔永远赴美国日本等地采访转基因问题 源于去年9月份的一条微博 因为对让国人吃转基因的说法提出质疑 崔永远被卷入论战 并被贴上反转派标签 和停转派在网上你来我往 双方的争论不断升温 此后 崔永远从央旭离职 自掏腰包 多次前往美国日本等地 以个人身份调查转基因问题 并打算将此制作成纪录片 调查期间 崔永远实地走访了多地农场和市场 了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销售情况 他还采访了多名专家 教授 科研人员 以及相关部门的官员 崔永远表示 自己就是个记者 他要做的就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 是不是这整个超市里卖的 都是有机设计 没有 这是啥 对 对 what percent do we know in what place I think we know it's about 80% it's organic 这个80 没法理解 这是有机的 那我们怎么区别它 比如现在 现在这里有土豆 有番茄 好 the letter O says it's organic 这个 O 表示有机 the O is located local from Christmas L 表示是当地当地人 也是一种豆 然后是放在厂里头 或者放在沙拉锅 这个会不会是整天的呢 do you know the word GMO no I'm sure the word actually know genetically modified of the word so that I have probably yeah just the 他说他可能 还是听说我但没有听说过这个简称 哦 那么知道的我觉得有两种 一种呢是抵制 他们抵制的比我们狠 他们的那种民间组织 印了很多不要吃转基因的不干贴 偷偷到超市里去贴 他们去干这个 那我在我们这还没有人敢干这个呢 另外一种呢也是挺重要的声音 他说我觉得这东西没问题 为什么有那么多科学家花了那么多钱 把这个研究出来了 说让我们吃 他一定不会坑我们的 很多人跟我也跟我说这样的话 说明了他们对FDA 或者其他的政府机构是相信的 我就说我们中国传统食品的这种监管 我认为都是一塌糊涂的 更不要说这个转基因 包括现在都不提转基因这个三个字了 在文件里都改名了 都说别的了 生物技术 生物技术 分子育种 我是觉得这种态度让我们没法相信 这也有点顺应国际潮流 其实这个在国外 你说GM Genetic Modify 大家都觉得是个不好的事 可是你说BioTech 生物化学 大家都觉得是个好事 跟咱们这一样 分子技术感觉就比较中心 转基因真正是往外推 还是新世纪以来的 在以前呢 全世界都不是说很把他很注意这件事情 这个是跨国公司 它发明了这以后 它掌握着准则 它是一赚钱目标的 所以能进去的国家都进去了 到目前来说 港列说就多少多少国家 这个国家说不具于说明问题 而决定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不占全世界的耿地的10% 仍然是5% 5% 5% 但是到了这个新世纪 这各地的问题都出现了 2008年正式下达 就是转基因转向220亿 下达以后 这个警动太大了 所以这个东西在国内引起来关注 而且我们中国可以说 严格的说 我们转基因基本上可以说没进来 原件上说 因为棉花进来了 其他的主粮基本上没有 到现在不准进来 现在跨国公司进来以后 看中了中国这片土地 尤其是看中水稻 所以主攻水稻 要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满转基 很简单 第一个这是个伪命题 就是我们活得好好的干嘛 一定要去吃转基 第二个 重大科技专项砸下去的220个亿 这是国博资金 加上地方配套 远比这个大 从08年到现在14年 6年 6年过去以后 如果有一个 不论是产量 达到了一个什么高度 什么 早就拿出来说了 没有任何人拿出来 包括他们 一谈到产量 他们就遮遮掩掩 油爆琵琶 半遮面 证明什么 如果有240亿 该砸出多少东西 他们拿出来一个没有 他们都是抽象的说 转基因能增产 能怎么样 请他们拿出一个实力就够了 这样我们再回到源头 就是美国 我就纳了闹了 先转基因又不增产 甚至还有时候还减产 没有杂交的好 美国人难道疯了吗 那么大面积的去种植 美国人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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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口 不是 它为什么要 假如说传统大豆的产量 比转基因要好 它为什么要种转基因呢 美国人没封 公司封 对 转基因的作物里 它有专利 它种子里面有专利 也就是说 你用我的种子 要交我专利费的 那么现在我可以不要 我可以让你到处种 我刚才不是说了 有25个省市有嫌疑吗 现在的话 如果我们该种的地方 全都种满了 那个时候收你专利费 就等于控制了你的种子的源头 控制了你的来源 这个是最挣钱的 比如说抗除草剂的大豆 它可以用飞机喷除草剂 就不用人工除草了 这样的话就减轻了 减少了成本 面积可以变得非常大 只要有平原 那么转基因大豆 这种工作方式在北美 南美都非常的实行 对吧 它就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产量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实际上就是转基因 它是帮助很多大农场主完成了一个工业化生产的过程 对 它更加工业化 我认为它就是工业 根本就不是农业 我觉得你应该有一个生态平衡的大背景图 在脑子里头 我们所有的农田里头 有植物 有动物 比如昆虫和鸟 然后有人种的这个东西 土壤里有微生物 它们大家是一个和谐的系统 当你换了一个东西以后 比如说用除草剂 把别的草都杀了 就留着一种抗除草剂的大豆放点 那么所有的其他因素都变了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转基因的这种担心 其实包括我觉得几个方面 一个是吃到嘴里咱们不放心 这食品安全咱们有担忧吧 还有一个您刚提到 其实是生态的安全 环境的危害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一个更大范围的 就是咱们的粮食安全 一个行业的安全 对 粮食安全 所以这三个是主要你们反对的理由吗 还有哪些 就是一开始我们强调的那个观点 既然这个事跟那么多系统有关系 那就不是说研究生物学的专家就能定下来 我们吃什么 该大量的种什么 因为各个学科的科学家 我觉得都是有发言权的 那么比如我在日本调查的时候 日本厚生省它有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所有的日本公民可以实名投票的 实名投票是什么概念 这东西什么事都没有 科学家都认为它没问题 所有试验都做了 就是国民不想吃 那你也反方说 但是停转派通常会有这样一种态度 他觉得你又是学文科人 我说一个最简单的 你懂那事吗 你投票有用吗 我不知道理科的懂不懂这个事 就是起码你把它都标出来 现在政府标的是说比如转基因油标出来了 我希望下一步继续标 把所有含转基因成分的都要标出来 我们已经知道了欧盟是0.9 日本是0.5且测不出转基因成分 我认为标注实际上也是一个坏的办法 它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有的人可以选择不吃了 有的人还会糊里糊涂地吃了 可能他是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他想吃 那么没有注意到这些人 他不知道他有害 他也吃了 那么最后谁来为他们负责任 如果出了问题 谁来为他们负责任 所以您觉得光标注是不够的 小崔的这个说法您觉得还不够 那您觉得应该做到什么 我认为在现在没法避免的情况下 标注是一个好办法 但它不是最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您的建议是 一刀切禁止 怎么样一个禁止法 不允许进口 不允许销售 不允许种植 不允许研究 全部 前三个不允许 第四个叫做不是不允许研究 是不允许开发 我们的220亿没有用来做研究 都是在那开发新物种 那库女士我就想问了 既然说我们不开发 我们还研究它干嘛 问题就在这 对 我们应该做防御 不仅要标识 要全部禁止 除了实验室研究 就不让种 不开发 对不让进口 您觉得这样做好吗 这个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嗯 这个 我 我提 这个 就算有点深向建议吧 嗯 因为 第一项是坚定地拒绝主粮商业化 嗯 很明确 水稻小麦不能种 嗯 就是这个 玉米小麦水稻 都不行 山大类都不行 坚定地拒绝主粮商业化 好 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一些作物啊 换换口味什么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 咱们的习主席都说了 这个粮食要我们拿到手里 放丸要短到我们嘴里 现在这个 打斗已经排除水粮食了 为什么要排除 因为我们不进口 已经不行了 离时造成这样 但是我可以拒绝你转基因进来 这是可以的 第二 转基因先生们 你们好好研究它的安全问题 不要拿三个月的小老鼠 而且要十年八年来 再一个把我们的钱 运用到沙漠 荒山 转植物去 把这个钱融到那儿去 就是这个意思 我刚刚在听同老在讲 我觉得 他其实 这个科学家 您研究一辈子农业了 其实您本质上不反对转基因 您只是反对了转基因主粮化 对不对 由于到目前了 以前我在看这个期货的相关消息的时候 我发现有那么一条消息 我一直不解 都说转基因大豆出油率特别高 说是把东北的我们国产大豆都快击垮了 据说东北的小炸油作坊都快击垮了 差不多已经击垮了 我就在想这么个问题 难道说转基因 比如说它在蛋白质量它低 但是它出油率高 有这种可能吗 是啊 如果是有毒的东西它是很高 吃了以后大家糖尿症也上去了 什么肝病也上去了 自闭症也上去了 帕金森也上去了 对中国到底有什么好处 我仍然没有看到 大豆的含油率和出油率是两个概念 实际上转基因大豆和非转基因大豆的 含油率差别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国家进口的转基因大豆 是用化学萃取法来提炼油 不能叫炸油 叫提炼油 化学进出 化学进出法 它实际上把大豆里含的油 所有的油一毫都不剩 通通都给提出来了 用化学的方法 其中还免不了会提出一些脂溶性蛋白质 那么我们当年用压榨法来炸油的时候 18% 19%的含油量只能出12%左右的油 还有7%左右的油留在豆粕里 这个豆粕是可以做食品的 也可以做饲料 你把油炸的一毫都不剩 那个豆粕就已经是另外一种东西了 又有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进口的转基因大豆 它可以用这种化学的方法 把所有的油脂全都炸出来 为什么国产大豆不使用这样的方法 按说这种出率高 不对 因为豆粕是有用的 豆粕是有很多很多用处的 那么还有一条就是 2003年我们国家 开始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的时候 我们国内的油脂行业全线破产了 然后外资把我们的大豆 油脂行业全线收购 然后做了一个彻底的技术改造 把过去的压榨工艺放弃了 完全用了化学进出法 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降低了我们石油油的营养 而且还增加了问题 因为化学试剂的残留本身 就是伤害健康的 假如说这是一种特别有害的 或者说不安全的一种工艺的话 那为什么会那么大面积的 在全世界遍地开火 我相信美国也是用了同样的技术 因为公司的力量是巨大的 如果平行清晰地讲 我们中国是大豆起源的 我们2001年以前都一亿多亩了 现在还有几千万亩 大概讲 为什么我们大豆要进口 一句话 比较效益低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公司讲的特别的可观 方方面面的力量 因素综合加在一起 最后就变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当然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对这样的局面是非常的痛心 本来我们可以做好 设一些关卡在那边 拦一拦的 好 小翠 最后听听你的观点 你觉得你考察了美国 日本 我听说你下一步去欧洲 对吗 所以你觉得有些什么样的好的方法 当转机真的是向我们袭来 而且挟裹着巨大的力量 向我们冲过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挡住它 我在网上被人称作文科男和文傻 我觉得他也有他的权利 比如说我从文傻的角度提出 这个220个亿 这个要审计 这么多钱到底干什么用了 用没用在正地方 我觉得国家应该进入审计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觉得不要搞信息壁垒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你壁垒不住 应该把世界各国的真实的情况 告诉消费者 哪怕让他们自己选择 到底美国是什么情况 到底日本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就非常难受的是 当我两次去日本调查 两次去美国调查 回来我把真实的消息告诉大家 他们还在说我造谣 传谣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了 我最好的办法是你们都去看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些信息公开 只要消费者能知道真情 我相信每一个消费者自己都是聪明 其实这样 我想现在说以人为本 人的生命 人的健康是最宝贵的 每一个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健康负责 那么应该有权利 关心自己碗里放的是什么东西 那么如果有人不告诉你 他偷着 骗着 欺骗你 强迫地在你碗里添了点什么东西 那我们当然要高度的警惕 我们当然要站起来 那么去年开国际会议期间 这两位外国专家有一个对话 我还挺有意思 说 亚说现在这个转基因这个泛滥 我们抗争到这个时候 你最需要什么 这位专家说了一句话 最需要的是群众的觉悟和觉醒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大家都说真理是愈辨愈明的 为什么始终没有这样一个机缘 或者没有这样一个场合 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 在您的设想当中 这样一个场景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这个场景其实很难出现 为什么 因为老有流氓和骗子参与 其实你要把流氓骗子 人数很少 但是危害非常大 你只要把它们剔除掉 我相信任何不同意见都可以做到你 好 你是不是需要勇气去谈这个问题 不需要 不需要 就需要有人跟你讲理 好 就怕不讲理 对 讲理能够真正摆出事实了 虽然有人说转基因是个科学问题 但事实上转基因因为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它就早就超越了科学 早就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是 但我们讲在座的各位也好 跨国公司也好 科学家也好 这个企业媒体 甚至普通的公众对这个 都被卷入到这场纷争之中 也许都有他们自己的观点 我们虽然这个节目做了两期 而且我相信这两期节目 其实表达的观点是有所不同 但是我相信其实我们不是给一个答案 我们只是给一份参考 可能真正的抉择 相信应该用自己的脑袋 自己独立的做出判断 但是我们所能做的是 尽可能让不同的声音呈现在同一个平台 好 再次谢谢四位 谢谢同郎 辛苦您了 谢谢 谢谢顾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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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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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没有